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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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抛 来 来 来 救抛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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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那边 让他跑啊 那边 让他跑啊 站住 徐大人 徐大人 金香玉失窃一案 是朱铝秀才招了 徐大人 这是刘叶贼所为 今夜还是三刻 徐大人 刘叶贼约他营定桥都还原 兄弟们 都已经布着手了 徐大人 徐大人 布控银定桥 抓布柳叶贼 是 表フ控银定桥 szer説 袁悦才 刘叶贼 糟了 他是故意误到这儿的 不必看了 束手就擒吧 此处楼高百尺 楼下又由我紫辰司的人镇守 你插翅南飞 交出金香玉 凭什么 李源外趁人之为抢的玉 我替吕秀才打包不平 谁对谁错自有律法说了算 束手就擒吧 能抓到我算你本身 还我金香玉 会对 在那边 有人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么 老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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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她那里 难道她 是当年丢我的小姑娘 死前自班 小姑娘赶紧走开 谢了 好 走吧 那你赶紧走 你谁啊 在下紫辰寺宣察室 许木辰 许大人这是要应传我苏锦珍的闺房是吗 在下有十足的证据 证明柳爷贼就在这附近 请苏小姐让开 你要进我闺房 还想让我让开 除非你从我身上踏过去 许木辰 干什么 你不能去那边 那是不睡觉的地方 你在收拾行李 苏小姐是要出门 谁说我要出门了 我就是衣服多 我喜欢她出来选 跟你有关系吗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吧 你也看到了 这屋子里就我一个人 这里面都是我的贴身遗物 你不能看 你非要看是吧 那我打开 打开给你看 你自己看 都是女孩的贴身遗物 你确定你要看吗 你还真敢看啊 不知道你看 都给你看 你是觉得柳叶贼就在我屋里 还是觉得我就是柳叶贼啊 你硬闯我闺房 到底有何所图 是在下思虑不周 请苏小姐见谅 你站住 我 苏小姐 小姐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 许慕尘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真儿跟许慕尘那可是皇上词汇 如果你现在这么一走 我们整个苏家 犯的可是欺君之罪呀 你跟真儿从小要好 难道真的忍心看着他 连着我们苏家被满门吵斩吗 孩子 你只要踏踏实实在许家待上一段时间 等这件事情一过 我会亲自出面帮你和许家合理 如果你这次帮了我们苏家 这件事情一过 你就是我们苏家的二小姐 我苏厚得的二女儿 国公 你应该来了 张公子 你来了 你还在这边去 你还在这边去 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 我是要给您开面 就是脚脸 脚脸 这脚脸呀 是洁净您脸上的汗毛 让您的肌肤光亮如玉 我觉得我这皮肤挺光滑的 就不用脚脸了 那怎么行呢 这可是我们警察的习俗 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 都要脚脸的 都要脚脸 应该不会很疼吧 疼嘛 是有点疼 但是你想啊 晚上新浪官掀你盖头的时候 得有多爱你啊 我不要 小姐 小姐 不能走 小小姐 小姐不能走 你要干嘛 第一次办新娘 一个假给那个狗冠就算了 还被嚼了脸 疼死笨姑娘了 等我找到了玉白 我就打断她的腿 抱负她一下 小姐 我现在要给您梳头 还别说 我这一打扮还挺好看的呢 我本来底子就好 师父师兄总夸我 你说我这冒昧如花的 那个狗冠对我起了太心 可怎么办 神贼 到时候我可别怪我下手狠 小姐 我现在呀 要给您盘发 力气有点大 您软着点啊 你哭什么 大人大喜之日 属下激动 你激动你去 不不不 大人 我没那福分 生气完准备好了吗 大喜之日要这个干嘛 我自有用处 别操心了 对了 我交给你个任务 一会儿我拜堂的时候 如果听到我咳嗽 就端一碗红糖水上来 好 这家伙不义的吧 好了 吉时已到 一拜天地 好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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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大婚怎么还能咳嗽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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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生命了 二拜高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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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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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木臣她没什么事了 不知道 太好了 这闻起来明明是红糖树 好了好了 夫妻对拜 朱镇 莲放 then Alpha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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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代表到我干什么 徐沐晨这个混蛋 白糖石捉弊 还掩弃本姑娘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 荣儿 你除了替苏锦珍出嫁外 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是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你要接近徐沐晨 伺机盗取玉佩 完成任务后 为时会设法让你全身而退 你要切记 水退没所有的人 都是那次水灾的幸存者 我们有责任 为失去生命的百姓 讨回一个公道 玉佩 竟然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不在这个房间里 也应该在她身上呢 她身上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是先找找这个房间吧 大人 这叫一个直线巾的大人 这可是杜皇花竹叶 大人 两次 好 夫君 你該先蓋頭了 先門蓋頭我就要告訴你 我要跟你合理 停下來幹嘛 過仙啊 這先蓋就算是離城了 好 傅君 怎麼了 不行 我得再想辦法 你去哪儿啊 哦 今天我累了 你也累了 我去书房睡 余佩在他身上吧 不能让他出这个门 夫君 夫君是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气吗 那是个女孩被闯进了门房都会生气的 我就是恼羞承诺而已 但是现在我们既然是一家人了 那之前的事就翻片吧 确实是我错了 那日我冒犯了小姐 你是郭公府的千金 有点脾气挺好的 夫君 话别说得这么生肺啊 我虽然是国公府的小姐 但既然嫁过来了 也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 看来真的留不住他了 事实我拿到威胁他了 夫君 你听我跟你说啊 那个我呢 你是在找这个吧 你就拿这个跟我好好过日子吗 我是想着 今天我们大婚 你要是从这儿出去了 那我也没脸接人了 你今天要真走出去 那我就自己 你干什么 你把刀给我 你今天要是出去了 我就不回了 你快把刀放下 你怎么才能把刀放下 你答应我 今天留在这儿 好好好 我答应你 快把刀放下 快点 苏小姐 其实 夫君 你这是干什么 洞房花烛夜 你说我干什么呀 我还能干什么 让你测稳征医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 跟万一再说 也来得及 我活不了了 什么 其实我得了肺劳 朗中说过我明不求义 我实在不想耽误苏小姐 真的啊 真的 我是真的不想耽误你 没事 既然我已经嫁到你们府里了 那我就是徐府的人了 要是你死了 我会替你照顾他们的 生血丸这种过失的脊梁 不是 苏小姐 擦干净了 没事儿了 可是苏小姐你 你这是干什么 当时替你更衣了 你别动 你别动 别动 你这是干什么用 看来 他们是没时间 吃我的人参果了 这件也脱了 快点 你 没在房间 也没在身上 这事改了要从长计 了 奇怪了 刚才松了全身 我 我有点儿饿了 我吃点东西 来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圆子 酒酿呢 酒 可是我不能喝酒啊 可是我不能喝酒啊 昨日我已经说了 你我并非梁牌 不如早日合理 不行 且不说是不是陛下赐婚 苏府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说我自己 结婚不到三日就合理了 我以后还有什么名声啊 既然如此 我有个建议 你要不要停 你说 合理之事暂缓 你我约法三章 这第一章 你我虽有夫妻之名 但无夫妻之事 进入这市安居 还是要保持一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真要这样啊 那既然要这样的话 一尺距离好像有时候 也得磕磕磅磅的 要不三尺 好 可是三尺的话呢 也不能在一张床上睡觉了 你看这个小榻 我这种身高的人躺在这儿 明显就不合适嘛 我觉得不如你 你 反正也是磕磕 我在这儿将就下 那你忙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 来 终于又争取了些时间 师父你放心吧 拿到玉佩 我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玉佩到底藏在哪里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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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枕头 看贝子 咱俩一人一组 等会儿 这我得怕 你越界了 你朝着我睡 我怎么睡得着啊 那你转过去不就完了吗 我转过去 我觉得背后有人盯着我 那我转过去 那你能保证一晚上不翻过来吗 我要是半夜起来了 我突然看到你的脸多吓人 那你想怎么样 你把那个碳浓的地儿不就完了吗 我往哪儿浓啊 嗯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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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我吃什么 你就干擇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再看我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再看我 反正你太野挪了 要不咱俩把地盘分分 方便相隔三尺啊 好啊 你说怎么分 桌子好分 一人一半 好 工作的地方 这边是墙 这边是水 我要这边 你在这边看书 好 反正我卷宗也在这儿 那衣柜和脸盆咱俩也分开吧 这样稍后方便 好 就这么定了 说动就动 你别光忙活你自己的事 这柜子特别沉 你得帮帮我 不是我不帮你啊 但是咱俩得离三尺距离 这柜子没有三尺 我哪有一个人 你不能这样你 ỏ唐 除了 你不过 那他 是你 你不过 我不过 我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约法三章 那另外两章是什么 第二章 忽不过问对方行踪 赞助彼此个人隐私 对方行踪 那第三章呢 第三章呢 睡了 第三章我自己想 我的脚 你干吗呀 别说话 小秋来了 他平时都不敲门吗 他不仅不敲门 走路还没有声音 少爷 少夫人 你们该起床了 洗脸水呢已经打好了 小冬呢也去叫老费了 我们要去吃饭 你们怎么了 没有 我今儿觉得有点冷 对 有点冷 冷 冷应该抱在一起啊 抱在一起就暖和了 那你们 我突然又觉得有点热了 是挺热的 那我去给你们拿点心了 小秋 你下次进来的时候 先敲一下门 我刚刚没敲门啊 没有 那我下次注意 你 第一条距离保持三尺 绕着点走 来 哎 夫君 有事吗 啊 我就想问 夫君今天也要当职啊 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啊 啊 第二条 互不过问 互相行踪 好 我知道了 那夫君你去忙吧 少爷慢走 哦 少夫人 可以啊 这刚成亲 就这么有默契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 心有灵犀 一点通 是 都是 明镜犀 都决定三尺了也没找到 徐牧尘这混蛋 到底把鱼背藏哪儿了呀 快 警释放开 小秋 你倒杯热水怎么倒这么久啊 你把毛巾给我 我眯眼睛了 小秋你快点啊 我眼睛都疼死了 把毛巾给我 给我快点 下来了 对了小秋 你把那梳子也递给我吧 就在桌子上 小秋 你手怎么刺了 刘萌 你洗澡怎么也不说一声 别把三张 顾不顾问 抱歉 抱歉 你抱什么钱啊 你赶紧出去啊 好 对 珍儿 弹吧 干脆直接说我不会弹琴 不行 这不是公开承认我是假扮的吗 要不 瞎谈一动 再把男帝抛给公养夫人 也不行 同样的方法不能用两次 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好 好 不要 伦 accompl 什么 是 不 让我 做个手 说 才能不能栽 估认夫人 我来为你挑衅 是 你 老夫人 老夫人 少爷专门从衙门回来了 不知公杨夫人拿着工伤绝脂 与都不全的东西 来我府上何一啊 我 我真的 我夫人还未及弹琴 你就说余音绕梁 是想我夫人拿这把琴 回我府上名声吗 我万没有这个意思啊 既然你送奉无情和我二人新婚 我也不想扫了大家的心 那就合奏一首梁霄曲 给大家做回礼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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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ユー arbeit who can't be 赢了方便是 答应这tor werden 我也是 加油 努力 你相信我 我走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好 真是没有想到啊 用一张未调弦的琴 竟然还能弹得出如此别有风味的曲儿 可不是嘛 今日这梁萧曲 不但听出了花好乐园 还听出了琴色和鸣 嗯 供阳夫人 你觉得如何 看到尘儿和珍儿这么和谐般配 我心里头啊也欢喜 徐姐姐 看您人逢喜事精神爽 这手气一定打好 好 今天我们也难得相聚 这手养得很呢 不如我们拖两绝 也沾沾您徐府的喜气 好啊 好啊 是啊 好久没有玩了 是啊 谢谢 谢谢 这下好了 我手气一定好 回来了 你不是去书房看书吗 看完了 你手里那个娘送你的 哦 她说今天打牌赢的钱都给我 那哪行啊 太多了 然后她就给了我一个手势 你牌打得不错 我不怎么会 多瞎打的 公阳夫人的牌计 在京城贵妇圈里头可是甚好的 今天你赢了她两个月月里 那可能 我在打牌上有天赋 那我以后就多打一打 还能赢点私房钱 我看你有天赋的不只是牌计吧 苏家大小姐 琴记名动精彩 虽然公阳夫人的琴弦未经调整 影响了你的发挥 但我这把琴 没有问题 奏一曲 咱们俩在外面是约法三章的名义夫妻 所以合奏一个也就算了 回屋一试弄琴的 不合适吧 是不合适还是根本就不会谈呢 今天出人宴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我不会弹琴了 现在还非要让我弹 就是想羞辱我呗 对 我就是不会弹 我不仅不会弹这个 琴琴说话我一样不同 我虽然是苏国公的女儿 但是我自小就流落在外 十二岁才被我爹接回来 什么琴琴书画根本就没学过 连大字都不认识 那还是长大之后慢慢学的 什么文明京城的琴记 那都是我爹营造的 为的就是不让别人瞧不起我 现在你满意了 失望了吧 觉得我配不上你吧 不是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想和我合理 他果然在怀疑我 有了 对不起啊 床是我的地盘 你愿见了 那你早点休息 好险啊 看来今天这白宝客 是去不了了 就是那天在我面前被勒死的人 就是那天在我面前被勒死的人 我面前被勒死的人 为什么要放我粉尸呢 为什么要放我粉尸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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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脖子被雷断了 暗香过一向一夕为吻 独向西洋 这尸体却装了金鸭 毒 牙内藏毒 它是一个杀手 有烟嘴 暗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怪 我明明看见有人的 怎么不见了 什么都没有 一惊一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敢过来 我就扔你 里面有东京 赶紧进去看看 是 是 有人夜场警部 搜 是 略贼 站住 难住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去那边看看 是 白毛隔离的人 是不是你杀的 我没有杀的 我只是路过 从小看到有人行凶 证据都在尸体上 你不是验骨了 在那边 快追 是 是 放动追 站住 走 那个尸体不是乃向郭世辰的 是一个杀手 我相信世辰还没死 什么 你夜团停尸房 想必也是为了查明真相 换自己一个清白 不如我们定个协议 你去查世辰的下落 我在紫晨寺给你洗脱冤屈 凭什么 你只能相信我 你只能相信我 撑脚 我去掩开他们 肯定在院子里 仔细搜 来到了 快追 追 他果然不是凶手 白毛隔离的人 是不是你杀的 我没有杀人 我只是路过 碰巧看到有人行凶 证据都在尸体上 你不是验骨了吗 你夜团停尸房 想必也是为了查明真相 还自己一个清白 不如我们定个协议 你去查世辰下落 我在紫晨寺给你洗脱冤屈 没想到这个人平时冷冰冰的 他倒也是个会分清是非的人 既然他是被人嫁祸 我定要换他一个清白 可就算他是个义贼 今后我也不能实之不理 希望他能回归正途 怎么回事 这许慕尘现在看起来 倒是顺眼的许多 你到底是什么 我一定会不会 我还是能回来 你干什么 你会不会 我还是要回来 我 你来 我 我 你来 你没事吧 没事 关于马财 你这是何意 许大人还真是深情啊 连自己老婆就是柳叶贼都全然不知 你不会不知道 我夫人是苏国公家的千金吧 难道苏国公也是贼吗 白宝阁一案 柳叶贼逃入绣房 我便在绣房门口见到了贵夫人 昨夜 刘叶在夜叹刑部里 贵夫人又为何深夜出门 不会这么巧吧 可有证据 没有 既无证据 就是栽赃陷害 今日之事闹到圣上面前 我也不会善罢甘休 定为我夫人讨个说法 好 今日之事我便不追究了 等我找到证据 我要你们好看 还有什么事 跟我夫人道歉 秀莫辰 我再跟你说一遍 跟我夫人道歉 差点撞到人了 怎么不道歉啊 对 道歉 你怎么在道歉啊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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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的道歉 道歉 多危险啊 是啊 是啊 就是啊 就是啊 真是 真是 今夜之事 是在下的错 若冒犯夫人 还请夫人见谅 你 当然 也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一辈子 第一辈子 是 我刚才谢谢你啊 你不在府里待着 出来干什么 我不是找秦姑娘学刺绣吗 出来就想睡觉买点点心 那那个公养冒财 为什么说你是刘业贼 我哪知道啊 我就知道他最近在抓刘业贼 谁知道上来就说我是刘业贼 四川四川 赶紧离场 赶紧离场 好 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下 下场 走走走 快点 到你了 怎么赢了你回去跑啊 干什么呀 走走走走走走走 回来 爹1 带人走 带人走 快点 就走ezok 车走 车走 争轺 夫君 救我 你是他的夫君 咋他的意我置于露 推好 什么话akap说 推好 Discover 听到美帝 哥哥 哥 你们进场来的真的是哭意啊 我留庄啊 把自己夫人都豁出去了 别伤害他 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他们是来保护你的 你听到了吧 不是来伤害你的 小小年计划浪过多 你们又一个算一个 都是想赏过来 没得一个好人 给我背一匹快猫 等我安全了 自然都会防住他 听到没有 听到没得 快 没忙 是 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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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别冲动啊 退口 退口 放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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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放开口 少爷 您回来了 你先出去吧 我跟夫人有话说 是 你怎么了 瞅着张脸 被人机会了 你要是心里对我有气 大可以冲我来 你在外面坏我名声 是不是太过分了 谁坏你名声了 那白菊是怎么回事 白菊 不是 又是白菊 我是偷吃了那几块糕点 那不是帮小秋送的吗 送的路上我饿了 吃了几块 那盘子有点空了 不太好看 我就放了几朵白菊上去 我吃你们家糕点都不行了 你少在这里给我打仗 你知不知道今天母亲 已经带着郎中去紫辰寺了 那个郎中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说啥 说什么不重要 你就是拿白菊暗示我 白菊能暗示什么呀 它不就是种花吗 你知不知道 这白菊呢 恋有可催情 宋白菊可能暗示这少爷 心有余 小秋 而这力不足 说的什么跟什么呀 不是 你思想也太龌龊了吧 我是这种人吗 我龌龊 徐木晨 你疯了我疯了 你不是捕快吗 你不是喜欢分析吗 那你分析分析 我一个女孩 我送你 我送你 送你那种东西 传出去 我能有好迷山啊 而且咱俩毕竟 毕竟是夫妻 可是那天屋里 只有你我无照 母亲跟下人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无照 小秋 小秋 我给你们添水去 你笑什么 我没有为的意思啊 那你们紫辰司的人 是不是都吵笑你了 爹 爹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说刘 刘宿 不仅要刘宿 还要刘三天呢 我的好哥哥 好哥哥 聂泽 还不过来见过妹夫 妹夫 大哥 大哥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也不说一声 真儿都想死你了 是吗 可是 我说你这哥哥怎么当的 妹妹大婚你也不回来 回来也不说一声 你给我出来 不不不 他 他他他 说到这儿 我这两天光跟你玩了 一点正事都没干 我得赶紧回家了 家什么家 那里根本就不是你的家 真儿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家 哦 下次出门 弟子早些回来 我公务繁多 不能次次都出门找你 你说得好听 不就周着这一次 虽说你我是假扮夫妻 但多少也要顾及些名声 每天出去见娘家人 让外人瞧见了 会以为我带你刻薄 这不是事实吗 好 你能不能把枕头 你也累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徐木山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 你们俩什么关系 你就别想走了 夫人 我刚不都跟你说了吗 只读过几天书 读过几天书 读过几天书 你就喊人家 珊珊妹妹 合适吗 姐姐 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还有公公 夫人别闹了 你是觉得我无理取闹了呗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 你别想走 这么多人看着你 别这样 你别担心 嗯 哎呀 你们不会 打 Afghan Ware 说 yard 虽然 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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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少爷 少夫人 茶叶我找好了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回去了 少爷 少夫人 天气凉了 我给你们加个汤脖子 少爷 少爷 少夫人 趁着这汤脖子还热 我给你们放进去 你们不用起来了 我给你们塞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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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逃 躺下 小琼还会再回来呢 少爷 少夫人 我刚刚忘记说了 那汤脖子要是凉了 你们就踢出来 我早上会收的 有什么事记得叫我啊 小琼应该不会回来了 嗯 我先走了 出来吧 柳叶贼 他怎么在这儿 黑铃猫 你为什么陷害我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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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